3、2、1 耶 中華E-MOVING電動機車 中山二路開設旗下電動車門市 20號正式剪載 市長謝國良親自出席 是這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先這樣 哦 卡住了 謝國良親自拿起600W家用充電槍 示範如何在家充電 與其他廠牌不同的是 中華電動機車不需要更換電池 而在家或者外面都可以輕鬆充電 在家差112點就可以充電 那它是這樣充電槍的 季光陽電動機車在東信路開設電動機車門市 中華電動機車也插其基隆 除了看準電動機車未來的市占率 也認同市長謝國良新年電動機車的政策 我們基隆大概一年就是領這個油車 大概就是一萬兩千台的 大概這個數據在每年大概都是這樣的量 那透過那個市長的這個專案可以幫助 就是這些青年朋友 他們家裡可能有一些長輩有一些老舊的機車 他們在選擇自己的下一台機車的時候 就可以把長輩親有這些老車油車會增加廢棄的這些東西 他就可以藉著這次的政策拿出來淘汰 然後換購一個這種沒有污染的電動機車 然後對於這個整個城市的那個機車的形象就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光陽和中華兩間電動機車業者正式開幕 市長謝國良說9月28號之後將在台鐵二樓設置展示區 相關的車款和資訊都可以提供民眾諮詢 我們會打造一個青年免費公益電動機車的一個展示區域 到時候兩個廠牌都會共同加入 那我們也會沿用基隆少女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動漫的元素 來這個凸顯我們目前的一個計畫 那很多青年朋友到那邊我們在固定的時間 這固定時間到時候再宣布也會有這個專業的人員出來解說 跟大家說明這個方案未來一些大家要申請的種種的這些流程 那總之希望讓整個這個查詢申請身份驗證查的最後領車等等 都能夠帶給大家便利跟舒適 市長推動這個政策對我們基隆市民是真的很有感也很有愛 因為我們年輕人真的現在的景氣不是很好 那要買一台電動車真的有它的困難度 那市長提取我們民眾的就是說交通方面的不便 所以他推動這個政策我個人覺得值得鼓勵 而且也很認同 也希望因為我們基隆市是一個山丘的地段 對幾乎對機車對我們基隆人來講相當的 等於是必需比 所以說一個家庭幾乎都有兩三代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很好 依據市府規劃預計明年每個月都能順利交出 一千輛的電動機車 目前正積極擴建充電站和充電櫃 希望充電設備能夠普及 讓電動機車族群上路更方便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 記者黃紹明 金融 蘇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